哎呀 今天好 哎 熊哥 你好 这星期多伦多下大雪 你有去看房子吗 哎呀 阿姬 我长血长得我都抑郁了 这个房子更让我疯了 现在我很失落啊 啊 怎么怎么 什么情况 首先说残血吧 我看到你的视频之后 听过你的介绍应该去买那个残血机 我现在就用手来残血 闯到我腰都止不出来了 哈哈 你残血确实应该早点准备买个残血机 那不说了 那房子那边怎么样啊 我星期五晚上看到一个比较满心 和我心意的房子 等来打算星期六去看一下的 然后我就打算星期一去银行慢慢贷款 准备下一个offer 所以说我星期六早上花了两小时银行 银行买完 那之后一看都卖掉了 啊 这么夸张 一银行 两个小时就卖掉了 什么样的神房子啊 这么这么多人喜欢 这个房子呢 它是有separate entrance 就是可以 它是分门出入的 可以分上下出租 楼上的那个地毯呢 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应该是不用花 那个楼下basement呢 就是地下室了 就要隔一两个房子 然后加个洗手间 加个厕所 但我感觉五到八万之内 可能六万左右就能够搞定了 那这个租金呢 我估计能够有 四千五到五千左右 如果能在一百万拿下 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但是星期六 它就三月一号上市 三月二号就卖出了 那是很奇怪的 这个房子八十五万上市 它肯定是要抢offer的 但是没想到走得这么快 两天三天就卖掉了 然后这个价格呢 最后的这个价格 也还可以 起来一百万多出一点点头嘛 然后按你说的 它如果说只要五六万的话 就可以把它弄到 可以出租的状态的话 那可能这个还是很不错的deal 所以它走得很快 那总的来说 可能就是一百万左右的房子 走得比较快 因为可能相对负担得起吧 是的 从最近地产局的报告表明 上个月低于一百万的购房比例是57% 去年同期低于一百万的成交房屋只有38% 那说明现在低一百万的购房是很火热的 但是这个数据有没有市场的事实数据来支持 有有啊 你看我刚刚说的这个房子 就是一天 不到两天就107万卖出 然后你还记得我们上次上一期视频做的 这个是六天116万卖出 它是二月二十二号上市 然后二月二十八号就卖出了 它也是房间出入的房子 我们上次视频还有一个房子 它是三天120万卖出了 它是二月二十四号上市 二月二十七号就卖出了 这个房子很大 也是独立房 对啊 这么快 看起来这三个房子也都是走得这么快 而且价格都在一百一到一百二十万之间 可能就很符合那个地产局的那个统计是吧 可能在一百万到一百二十万之间 可能大家还相对的能够把贷款拿下来 可能再高的话 可能就相对比较难弄 是的是的 我们再多看几个这个四家宝的房子出售的情况再看看 首先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订阅 另外打开小铃铛按钮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其他的分享 这是一个开价95万 然后在六天以内就以106万卖出了 它也是二月二十二号上市 然后三月一号就卖出了 在下面这一个也是在四家宝比较好的区域 靠近超市 它是二月一号上市 然后二月八号 七天就以103万卖出了 你还记得这个 这一个房子吗 我们在抢offer那期视频里还说过呢 这个当时抢offer是抢了 它是以99万开一家抢offer 是抢到了 但是听说那个买家的贷款搞不定 后来又重新上市 116万上市 是最后就以118万 不它是118万上市 最后以116万卖出 前后也重新上市之后 也是12天就成交了 所以最后也是基本上加价格 1617万成交 比最初的较价 所以这也是在那个100到120万之间 是的 我觉得在四家宝地区 100 120万之间是很抢手的房子 对啊 有可能四家宝地区的 大概平均的价位就是这样 但是刚才那些房子 有的是单车库 有的是双车库 可能有些房子的老一点 有些新一点 不管怎么说 在100到120万之间的买家很多 可能还都是在看 所以会有很多抢offer 然后会有很多加价 那你看都是四家宝地区 那其他的城市会怎么样 说到其他地方 我觉得可以看看相对热门的万景 万景就相对贵一些 但是120万到150万处的房子 也是很抢手 走得很快 你看这一个 这个是townhouse 它不是独立屋 最后也是102万卖出 它是2月16号上市 然后2月22号就卖出了 也就六天 也是在万景 你看这另外一个房子 它是14号上市 17号卖出 三天就卖出了 成交价是123万6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是 也是在万景 也是在 因为万景 这个是在Markview中学附近 所以也是很抢手 这个是稍微贵一点点 135万卖出 但是三天就卖出了 2127号上市 21号就卖出 对 你反观我们看看其他一些贵一点的房子 你看这个200万的房子 它是去年 2022年12月21号上市 2月22 2月28号才卖出 因为它这个就比较贵了 212万8 我们再看看这一个 这一个它是以180多万交价 交了三个多月 然后都没卖出去 最后它就降价到158万 然后最后以151万6卖出了 原来是180万 180多万肯定是不太好卖 但是150万的话走得很快 原因可能一个是因为价位 相对来说低的一些 进到120到150公间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真的是 这个房子可能各方面来说 150万是比较合适的 这个一个一种感觉 可能所以人喜欢的人 就会相对多一些 那可能来说 感觉在忘景地的房子 确实比其他宝要贵个 十几二十万 所以是要120到150之间 但是呢 其实也是 来说有 有一个 怎么说一个银行的空间 在这个只要房子落到这个价位 很快就能走掉 但是如果你要想超过它 然后可能在市场上 时间就会比较比较长一些 可能我感觉之前 在可能去年 在加息以前的话 这120到150 也都买不到什么东西 现在在忘景 120到150之间 也还能买到相对不错的房子 可能确实房价是降了不少 那你说 大多伦多地区的房价 是住底的吗 我感觉看数据是有 住底的志向 这个多伦多地产局 3月3号星期五 的发表的数据 说的是 2月份 整个大多人多房屋销售 是4783套 比去年同期的9000多套 下降了47% 但是 跟1月份相比的 3094套 那个月环比就是 暴涨了55% 从那个房价来说 2月份大多人多地区的 平均售价是 109万5 比1月份的平均售价 103万8 高出了大概5% 虽然呢 是去年2月份最高的时候 133万4 是下跌了18% 但是 按月来比 来说是比上一个月 是涨了不少 从整个反弹的志向来说 那个地产局也是说 多伦多地区的独立屋 反弹的趋势是最凶猛的 多伦多416地区 2月份的成交价是 171万2 比1月份是反弹了 将近23万 而北面华人居居的 万景寺的独立屋 也是171万6 比1月份反弹了5万 Richmond Hill 列治文山的独立屋均价是 189万9 比1月份稍微 有一点点轻微的下跌 当然最近是3月8号 就要公布银行加息的情况 我觉得具体的方式 要看看3月8号的 加息情况怎么样 才能够有很好的决定 或者很好的看清楚 的走势 对对 下个3天以后的加息 还是比较重要的 如果说不加息的话 可能这房价 还会再往上涨一些 如果说加息的话 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 所以真的也是说不清楚 现在的情况还比较复杂 那多伦多凡是 是涨还是跌 可不可以抄底了 小伙伴们如果有 那些自己的想法的话 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 有自己的见解 也可以来在评论区 分享给我们 我们来讨论一下 看看我们的投资 今后该何去何从 那我看今天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好的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